大家好,我又回來了 這次好久不見 上次那個作品因為用的是4.20版本的 而它這已經出了4.21版本的新的一個粒子編輯系統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新的系統來做 給大家重新來做 並且它是會有這樣一個效果 這是用4.20的,我準備用4.21的重新做 首先我們點一下播放 它會播放一個音效,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到 然後呢有個圖片 然後放在按鈕上去也會有一個音效 點心的遊戲,它會出現一個提示UI 這是一個假的一個UI 不是真的假宅 它是用一個GateWord的一個代式器來做成的 然後呢它開始兩秒 它會有個黑屏然後再慢慢的打開顯示這個畫面 首先呢我們來這裡看這個人物啊 它左下角有個生命折磨把子,點一下table 它會切換人物 它會切換人物 它切換啊,只是比較卡 因為我們這裡在編輯 這個遊戲是CPU用的就是百分之百的發現 它的人物會變,會變走下的魔法知識名字 我們按一下I打開我們的背包 CPU已經是爆芒了 這個其實我也試過打包 它這個內存,現在就用到13個G了 我現在已經升級到48G了 上次我打包直接就給我用到16G了 而且是打包成功了的 就用到16G了 所以我要升到48G去了 我已經卡崩潰了給它 呃,這裡有個例子特效 它是 呃 這個 Negra Negra 這裡呢 它是在一個編輯器裡面 然後在這裡獲取 然後填上兩個頭文件 還有在這裡加個model 添加那個model 然後 就可以 在這裡通過一個lockorbidget 去加載這個資源 然後再通過這個函數去播放它 首先我們編輯一下 我們這個新的是用4.21版本 4.21版本 大分鐘 先關掉它 先關掉它 我們現在演示一下這個以前的項目是怎麼樣的 嗯 呃,這次呢我們也會 把這個資源給大家這個音效啊 背景音效啊 這個UI條件啊 角色的圖片啊 這類的 UI圖標 按鈕圖標 首先藍圖標 還沒有 按鈕圖標 嗯 UI圖標 這是圖片 按鈕圖標還沒有嗎 嗯 OK 呃,等一下我就把它全部放上來 嗯,好,可以了 點一下播放 有個音效 點一下開始遊戲 嗯,好,首先我們打開一下 啊,有個背包 這裡 有個背包 按一下 Alt鍵 顯示一下鼠標 放上去 它有個音效 這個有個音效 聲音太小了 可能 然後呢,我們的屬性欄這裡 點一下Table 它會 嗯 切換 這些屬性都會變換 看到有一個 開始一個動畫 這個動畫 嗯,然後呢,我們背包這裡 它有五個 背包欄 每個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 它是沒有東西的情況下 我們點它是沒有反應的 我們點一下這個 我們點一下這個 是一個 武器啊 然後我們右鍵一下 它呢,會有一個動畫 動畫顯示 然後我們點一下消耗 消耗 消耗用品它沒有了 點一下武器它會有 呃,這個用品呢 還沒有做 這已經做了 我就是沒有 呃,沒有實現那個函數而已 好,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 下面會 就做得更好看一點嘛 因為這個也比較醜 嗯,那個 呃 動畫呢 呃,那個 以外動畫 它收了一下 它有 只有一個方法 可以去獲取 通過UVC的一個反射系統去獲取 還通過T-MAD 去接收它 然後返回這個 返回一個T-MAD 然後在這裡 嗯 過這函數裡面接收 接收 然後就可以去播放了 看到沒有 然後呢 我們現在大概 那個 呃 點擊 右鍵點擊的實現 也是在希特加裡面實現的 在希特加裡面實現的 在希特加裡面實現的 好,接下來到時候會跟大家詳細的講解它是怎麼實現的 這些都是怎麼實現的 好,我們關掉它 這個9項目 1,6項目就講解在這裡 嗯 然後呢 我們來 呃 重新打開它 去重新獲取它 一句 圖片的話 我記得這裡是 就是 有 的 等一下 編譯 先編譯一下 UI 圖表 呃 按鈴圖表 嗯 來 這個 3 4 1 2 3 屬性欄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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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字體啊 還有字體的話 呃 字體 忘了 字體 字體 字體有兩個 一個是那個 數字的 還有一個是那個中文的 嗯 嗯 還有一個遊戲 設置 按鈕 圖表 先放裡面去吧 到時候大家自己改就可以了 這個 這個是 按鈕圖表 這個是背包 格子 有 有 圖表 整理 整理 要 嗯 還有一個背包 UI圖表 這個也算是按鈕圖表吧 这个也算是UI图标 这个应该是那个技能图标 然后呢就是武器 有一个就是消耗笔 到时候名字可以自己去改 到时候自己去改就可以了 嗯好的 呃好我们在这里开始 呃首先呢这样子点它 首先我们把资源导入进来 给它一个 Map 呃这就保存一下 保存到Map的里面去 呃叫什么名字呢叫FirstMap 呃然后新加一个C++类 我们来这里新建一个 呃 Clitter类 新的一个Clitter类 叫Baste 这个跟以前是一样的 一样的 呃 Quarter 好 趁大家在这里我们 我们去改一下 嗯好 呃刚刚呢我把我的 Ui的这些 这些资产名字都改掉了 全部都改掉了 呃大家可以自己去去下载 去下载 呃我 我先 嗯 这个呢就是 这一期呢我们就主要是 获取资源的一个介绍 呃 先不管了 嗯我们先来 获取资源 这就是 UI UI的一个资源 然后呢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PairUI 就是 正在游戏中的UI 一个就是 LockUI 这就是 嗯 加载中呢就是我们一开始 进入游戏的那个UI 好 首先我们再新建一个 两个 三个 第一个就是 Button 第二个就是 Music 先这样子 先拨它吧 我们来到这里 嗯 诶 喂 哦它还在编译 嗯 不管了 不管了 嗯 嗯 那这个图标 先图标 UI图标 先来一些 角色图标吧 嗯 Quitor 然后呢这里 刺客 嗯 射手 法师 先把刺客都弄进去 刺客 拖进来 然后右键 这里有个资源操作 通过属性矩阵进行批量修改 点第一个 然后这里 改成UI 改成UI 然后第二个就是法师 进行一样的操作 UI 然后射手 伸手 伸手的话 这个 6 3 4 5 6 好的 继续修改 嗯 好 然后呢 按钮呢 我们也分很多种 这个资源一段都好 呃 因为我做项目是个资源不能好 随便乱发的话 就 呃 会很乱 很乱 这个呢 我们字体 我们就扔到这里就可以啊 字体的话 我们都要用 直接扔在这里 全部显示 是 它就先将个字体 看什么 这个很小的 这个 这个字体 然后再来到这里 保存 配合 继续 嗯 然后再来一个 Won 武器的话 我们这里 已经是有了 0 40 20 30 到后面我们再 嗯 继续的去增加 增加 增加 Bot 我们先来一个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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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 嗯 再来一个就是 呃 UI 这叫什么呢 呃 呃 Properly 我们一些 属性的一些 Test 属性的话 然后我们来做这两个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按钮图标 按钮图标的话 啊 Properly Properly Properly的话也放在这里 嗯 这可以放在 它也是一个属性 现在一个属性 呃 这个 这些 也放在这里 呃 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 我们需要点击 通过点击来的 才 放在我们的 Properly 那里去 Bot 这个是背包的 Bot 这个也放在这里 背包的Bot 嗯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放 所谓的 嗯 嗯 Properly 就是我们一些 这种 点击啊 打开啊 之类的 那些 嗯 好 都倒进来了 然后继续 做同样的操作 嗯 好 我们支援呢 基本上就 消耗品还有消耗品 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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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useful 然后呢 给它一个 支援操作 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就這樣 我們的UI基本上就資源就已經完整了 就完了 UI的還沒有 Log UI 沒有就 Log UI的話 Log UI的話是Public 這個好 嗯 好 我們的資源先暫時獲取到這裡 先暫時獲取到這裡 僅17分鐘了 剛剛呢我們創建了一個 系列項類 我們的 Base Cracker 然後呢我們先來 把這個刪掉它 Tick不用刪掉它 Tick不用刪掉它 然後呢我們再興建兩個雷 我們這裡先不寫代碼 我們先把這個類給 先把基本的這個類給建好 bl contr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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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 cd bl control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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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比較快 因為第一次是比較慢一點 第二次就比較快了 CUT已經建好了 然後呢我們再繼續實驗它的 現在在LAY 先跑紅燈 CUT CUT雷劍哈 然後下一節我們直接就可以在裡面寫代碼 就是射手 然後呢就是我們的一個 嗯 法師 好的 可以了 下次呢我們 呃我心裡這些累的時候就盡量的去暫停啊 免得浪費 時間 好 我們先來個項目設置這裡 地圖 等到我們這裡創建的 RPG GAMO BASE FIRST 再保存一下 好 我們現在最基本的就是這樣子 嗯 然後呢下一節我們就先給添加人物啊 然後寫CTRL 然後再繼續寫那個 ANIMAL 動畫 好 我們現在就像這樣子啦 掰掰